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1日 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家内演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两三个话题啊 一个就是昨天的一则公告 是非常之火呀 可以说火到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上高度的关注 后来的这个通告啊 被官方给删除了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一个叫做大连招聘人才市场的公众号啊 几天之前呢 他就发布了一篇招聘的通知 他的标题叫做国企党政机关单位 招聘档案录入人员大连地区68名公告 这样一个推文啊 标题叫做这样 当然这个标题的写的是不顺口的 可以看出写这个招聘公告的人呢 水平也是不高啊 标题都没写清楚 当然了这个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公告里面呢 列出的内容是非常让人有争议的啊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招聘的要求啊 就是说有以下三条内容的 就符合这三条的 你就不能报名 那么哪三条了 第一条他就说 曾经因为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 当然这个是没争议的 对不对 第二条呢 他是说被依法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员名单的 那么这个也是没有争议 但是有争议的就在第三条 他说本人有国外留学经历 或者是出国劳务经历 或者是两代以内直系亲属在国外定居的 包括港澳台 那么有这样的经历 你就不能应聘他这个工作 而这个工作呢 相当于是政府的公务员 或者说事业单位的编制啊 就是体制类的要求 所以这个通告一出来啊 网上就炸开了锅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 你在国外留过血 而且在国外有劳务经历 或者说两代之类直系亲属 在国外定居的 还不能应聘他这样的工作 那么是否考公务员呢 可能也会被限制 是不是被取消资格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呢 当然他这个公告是大令发出来的 那么很多时候是春江水暖压先知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政府的机关 地方政府机关 招聘都是明确具有这种歧视性的色彩 歧视在海外工作经历 或者说有海外直系亲属的 那么未来这种情况 会不会在全国普遍推广下来了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确实是非常之高啊 这也是网上为什么炸开的锅呀 大家很担忧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在这里呢 出国留学过的 打过工的以及有海外关系的 可以说享受了与刑事犯罪分子 以及和老赖同样的待遇啊 所以说很多网友就认为啊 这则通告他的内容 他的要求啊 侮辱性非常之强 歧视色彩非常之浓 石破天津呢 让很多人是倒吸一口凉气啊 感觉到时光倒流到了40年之前啊 因为那个时候搞政审 特别是你有海外背景的家庭直系亲属 有海外的都是受到歧视的 很多时候还是要批判的 那是非常麻烦的一个政治色彩 改革开放之前呢 海外关系啊 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个负面词啊 我们知道那个年代了 出国留学与务工啊 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有海外关系的 确实不在少数啊 人们在填这种各种表格的时候 往往就要填 有没有海外关系 或者是港澳台关系 那么这些关系啊 在那个年代可以说 对一个人的一身的事业和社会处境呢 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当时呢 有海外关系啊 就被认为社会历史背景是很复杂的人 有通敌的嫌疑 基本上是不被信任的 所以你在国内一切行动 不管是工作生活 都是要受到有色眼镜啊 来把你过滤一遍的 要层层审核你的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啊 有海外背景的家庭呢 是非常受人歧视的 那么我在网上呢 搜到了一篇报道 就是范之义啊 他的父亲叫范九宁 他年轻的时候呢 也是很有足球的天赋 在1965年的时候呢 范九宁呢 本来是接到了通知 要去国家青年队报道的 但是最后呢 他因为有海外关系 没能入选 基本上就被筛掉了 这就是一个歧视的一个典型啊 但是后来呢 改革开放之后啊 海外关系 这种政治色彩慢慢就淡了 地位呢 反而是颠倒过来了 一些有海外关系的背景呢 家庭可以说经济条件都是比较好 而且受人重视 而且呢 有海外关系多的地方啊 也往往成为这个投资最活跃的地方 最新富裕起来的地方 典型的就像福建 江这一带 对不对 广东 基本上就是这样 有海外关系的人呢 也是很容易成为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的座上宾的 那么至于出国留学与海外务工啊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经济全球一体化呀 这也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个现象 中国大量的留学生和海外务工人员呢 是出国 而且海外务工呢 为中国挣得了大量的外汇 典型的就像华为嘛 对不对 到亚非达的一些国家搞工程嘛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啊 这些现象都不是非常让人关注的现象啊 觉得比较正常化了 大家都可以理解了 反而呢 在中国的国内啊 很多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些老外 对不对 老外越来越多 你想成都上海 像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啊 很多老外都在中国定居生活了 大家看到老外呢 也没什么吃进的都很正常 所以啊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 很多网友就认为啊 都无法理解 都21世纪20年代了 东北这个地方啊 在招聘的时候啊 为什么还要将于出国有关的事物 看成是洪水猛兽呢 当然大家更担心的是 不仅是大连会这样干 全国以后啊 可能都会这么干 这是大家最担忧的 对不对 所以那些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呢 就特别敏感 特别警惕嘛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 那么也许有人要说了 招聘的岗位是档案录入员 可能呢会涉及到一些机密的档案 所以呢 你必须是谨慎的对待 但是这也不是说歧视留学生 以及出国务工者和海外关系者的理由啊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你档案要求高 你就歧视这些海外留学人员 或者说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呢 这不是你的理由啊 因为这仍然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怀疑论呢 给这样一个群体贴上一个标签 就是不被信任 就是三六九的 你是三教九流 对不对 牛鬼蛇神 这让很多人呢 就有担心回到文革啊 那样一个时代 按照这样的逻辑啊 那以后是不是学过英语 你喜欢西洋音乐 喜欢西洋电影的人呢 都会被练影相待了 都会受到歧视了 这才是大家最害怕 最担心的事情 但是目前来看呢 中国国内可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啊 只要你和海外关系啊 比较亲密 或者说有家属在海外的 在国内了 可以说政府对你的关注啊 是越来越高了 经常呢 要你填一些表格 然后呢 要你申报一些东西 一些海外关系的信息 可以说他也是为了 长臂这种管辖啊 可能希望控制这种海外的华人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让人担忧的一种现象啊 所以未来 如果在国内的家庭 他有海外的关系化 这样的家庭可能会比较敏感 可能会麻烦事多一些 我目前接触到海外的一些朋友的确实啊 这方面事情是越来越多 就是在国内的家属啊 会受到一些特别的对待啊 当然目前来看 也不是说特别差的事情 特别坏的事情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会在向这方面发展 就是以后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可能会非常麻烦 所以大家如果在海外的话要注意这样一个事情啊 中国的整个政治气候和社会气候已经急剧的在倒退在左转 那么未来呢 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啊 说到这里啊 我就想起来这两天呢 这个有一家国际巨头啊 也是撤出了中国 可以说这家国际巨头的名声是非常之像的啊 穆迪 大家应该听说过 是国际上数一数二的贫瘠公司啊 就是贫瘠公司的信用等级的这样一家公司啊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 就是有新闻报道啊 这个穆迪呢 已经关闭了位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办事处 裁员是一百多人 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撤出中国了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啊 我看有一个员工发了一个帖子啊 他的标题叫做说 穆迪之行退出中国 今天是炒了全部的上海北京深圳的office 他的帖子继续说啊 说今天早上八年半 说不用去公司了 一百多个人呢 都被辞掉了 咨询开发和市场部啊 全部都拜拜了 他说我的老板呢 在穆迪几十年呢 也就这样的结果了 就大老板留下来 估计回纽约了 他说我懵了 不知道其他外企 也会不会退出中国市场 希望大家还好 有什么公司招聘人呢 请联系一下 身边好多优秀的同事 我真的舍不得 那么这是穆迪咨询呢 他的一个员工发的一个帖子 可以从多方面证实啊 目的是正在大规模的退出中国 那么这释放的一个什么信号呢 首先外资退出中国呀 在这几年是加速的 如果大家关注我的节目啊 基本上都知道这样一个趋势 之前呢 前面四五年呢 都是实体企业 那么这两年呢 大规模都是一些服务企业 欧美啊 日本啊 韩国呀 都在退出中国 有的是往东南亚转 有的是往本土转 基本上就是只要离开中国 就符合他们的战略需求 因为中国的经济啊 现在是快速的下滑 整体消费在下降 而且呢 更关键的中国的政治气候 急剧的左转 而且呢 中国的大封锁 也是给他们的业务 带来了很多麻烦 整条供应链呢 基本上动不动就被掐断了 这也是他们非常担忧的 所以外资撤出中国 这样一个大背景 一直是这样 这个趋势没有变 那么目的在这个时候 撤出中国了 其实也不奇怪 另外一个方面呢 其实也说明了 这个目的 它是做评级公司的 对不对 为什么评级公司 这个时候啊 正式决定退出中国 进入中国 已经这么多年 可以说确实是赚了不少钱 而且中国市场也挺大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要退呢 可能呢 我觉得还是和房地产外债 这一块是有关的 所以说目前呢 中国借外债最多的 就是中国这些地产巨头啊 地产公司对外债的唯一策略 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 赖账 能赖就赖 外债 就是外债基本上都管不上了啊 很多企业都是不停的推迟 战期 然后就是违约 中国企业呢 可以说现在已经是无法到国际市场上骗钱了 因为很多巨头自己都在违约破产 他们都自私难保 所以他们也不用花钱去搞这些评级了 搞评级都没用了 对不对 国际上已经不信任 那么国际上已经不信任你的中国企业了 别人不会买你的债券了 那么还搞评级有什么用呢 所以中国企业也不会再花钱呢 去请目的给他们评级 那么这个时候目的的业务肯定是急剧的萎缩的 只能是撤退了 所以目的撤退了意味着 没有了资金的跨境流动了 已经没有了商务人员的流动 那么就实现了中国的彻底闭关锁国 所以这释放的也是这样一个信号 所以现在整体局势一方面就是中国的政治社会 这样的一个气候在急剧的向左啊 前面说的这个招聘的事情 就是歧视 这样一个事情呢 就是一个典型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不管是外资 还是中国国内的民营企业 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呢 其实很多都在抛售中国的资产 是在撤离中国的 所以这两者双向而行啊 基本上就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衰退 和这对 和对中国未来的经济预期啊 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消息是啊 于去年年底相比了 上海市啊 它出售的二手房的数量 是增加了30% 可以说 这也是释放出来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啊 我们知道 今年呢 逃出中国有三拨啊 第一拨是上海封城那拨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 卖掉上海的房子 从上海移民海外的呀 基本上占了那两个月 全部移民数的90% 我们知道上海的房产是比较值钱 而且上海人是中国最富的地区 对不对 所以他们如果一旦下定的决心要移民的话 那么基本上是很快就能行动的 不管是他们的资金的禁止 现金流 还是他们的房产 都是足够支付他们移民的费用的 所以他们只要下定决心都很快移民 那么和我经常联系的那一家加拿大的律所呀 就告诉我们 他们说那段时间呢 移民海外的人 就是上海就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啊 基本上这个比例是非常之高的 可以说那是第一波 第二波呢 就是今年这个十月份的二十大那一波 因为大家很多还在观望啊 觉得说二十大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信息啊 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一点 中国的经济能扭转这种颓势 会不会有这种期待 结果二十大一出来啊 习近平 习家军全部进了常委啊 所以其他的党派其他的派别全部被拍熄火了 拍下去了 那也是让很多人看清了形势 所以那一段形势啊 所以那一段时间呢 大家很多犹疑不定的是否移民的人呢 也是下定了决心 所以那一波移民的人很多啊 我这里都有明显的感觉得到 因为我那个加拿大律所的朋友啊 因为他接到的很多案子啊 都是正式申请移民的 就是说之前比较观望 都在等待消息 但是二十大一召开之后啊 一下子就签了不少单 那是一波 那么现在到年底了 大家看看现在北京封城是越来越赢 还有广州 还有上海 对不对 还有武汉 还有石家庄 像这样的一些城市啊 基本上封锁是在快速的升级啊 都是全国非常大的城市 那么这样一封锁 让很多人呢又感到害怕 特别是北京的 大家看一下 北京的人也是很有钱的 北京的房子也是很值钱的 对不对 可以说这三年来了 北京还没有像样的封城 但是这一个月以来啊 北京的形势是急转直下 风的越来越狠了 所以北京人呢 很多都慌了啊 我有一个从事移民的朋友啊 他是在北京啊 他是告诉我 他说最近呢 北京的形势急转直下 很多人都着急着想走 他们不愿意再等了 然后他说北京的朝阳区又暂停了 很多是居家办公 那么这是他告诉的消息 所以他们最近呢 是推出了一个服务 是关于欧洲移民的 因为欧洲很多国家都是你投资移民啊 就是那样的 现在买他的护照 或者是买他的签证 像这样的 只要你想走啊 可以说也是非常之快 可能比加拿大的还要快 那么他的性价比呢 也是比较高 所以他们最近呢 把欧洲的这一块做起来了 但是前面几年呢 他们全部都是做加拿大的 非常靠谱 因为在他们那边签的单子 基本上一年左右就可以登陆加拿大 这是非常靠谱的一家移民咨询公司啊 他们是加拿大的律师楼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节目末尾的一个介绍啊 这是非常靠谱的 至于价格 大家可以比一下 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啊 一般的不靠谱的 我肯定是要负责任 对不对 不会推荐给大家 不会害大家的 但是像这样的都是明显非常靠谱的 因为很多朋友已经登陆加拿大了 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可以信赖的 是很靠谱的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关注财经冷眼先生频道的很多老朋友都知道 我们是专注加拿大移民的律所 一直以来都为客户提供专业移民加拿大的服务 多年来已经帮助众多的家庭实现了移居加拿大的梦想 随着加拿大移民门槛的提高 有些没有雅思年龄大的客户都受到了阻力 因此我们律所依托全球律师联盟的优势 为大家争选了几个加拿大以外的移民项目 第一个马尔他永居 政府捐款项目 先审批后投资 总费用在100万人民币左右 无雅思 无学历 无年龄要求 没有移民间 一家四代 整个周期9到12个月 全家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第二个爱尔兰永居 政府捐款项目 总捐款40万欧元 无雅思 无学历 无年龄要求 没有移民间 整个周期6到9个月 全家拿到绿卡 第三个瓦努阿图护照 英联邦国家 一步到位拿到护照 总花费约90万人民币 全球避税天堂 护照可变迁 英国 爱尔兰 俄罗斯等国 办理周期仅需两个月 还有更多优质安全的移民项目 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与我们专业的移民顾问联系咨询